中国大陆人口连续两年雪崩式下滑 美国CNN访问一名人在深圳 从事广告行销的上班族 已经35岁的他 结婚生子完全不在人生规划中 国家积极催生 大陆年轻人消极抵抗 拒绝滥生无辜 但不止结婚率生育率严重下滑 离婚的人也变多了 距离北京市区 大约一百多公里的废弃物处理厂 送来销毁的婚纱罩 多到必须开启重机搬运 业者先把全省各地寄来的婚纱罩 喷漆去识别化 再丢进大型粉碎机切割 每套好几万元拍摄的婚纱罩 废弃物处理价格 大约新台币两百六到八百多 只需短短几分钟 就会跟客户的感情一样 化为尘埃 废弃物处理厂的老板刘伟 在国营企业上班十几年 后来中年创业 投入废弃物处理 并新增私人物品废弃服务 结果发现 离婚相关业绩连年增长 婚纱罩只是其中的一个点 但是婚纱罩这个需求突然一下很旺盛 不只报废婚纱罩商机无限 现在还有所谓的离婚跟拍摄影师 把双方谈判 领离婚证书的过程 统统记录下来 大陆民政部数据显示 去年前三季 办理离婚登记的就有197.3万对 较前年同期增加33万对 离婚商机崛起 反映大陆民众对离婚的态度 转为开放与接纳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